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们读对了词语 还能认识一些星星朋友呢 快来读一读吧 看见两头船里月儿星星在闪闪的 祝贺大家认识了这么多星星朋友 就让他们陪着我们节奏轻快地读读课文吧 小小的船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肩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 你们还记得小小的船是什么吗 我记得小小的船就是弯弯的月儿 这位同学记得可真清楚 那课文中为什么这样写呢 请大家和老师一起观察一下弯弯的月儿和小船的图片 相信你们会有更多的发现 一起先来听听小伙伴们的发现吧 我发现他们的形状都是弯弯的 我发现他们的两头都是尖尖的 我发现当他们离我们很远时 都是小小的 是啊 月儿挂在天边 就好像船儿飘在大海 它们多像啊 那你们觉得这弯弯的月儿怎么样啊 我觉得它很可爱 我觉得它很有趣 我觉得它还很神奇 屏幕前的同学们 是不是也和这三位同学一样 喜欢这弯弯的月儿呢 要是你们带着动作和表情来读 就更能读出对它的喜爱了 让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朗读吧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而两头肩 这位同学读得真好听 让我们感觉他真的很喜欢这弯弯的月儿 要是你们想象着自己坐在弯弯的月亮上 看星星的情景来读 一定更好听 让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朗读吧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肩 听了这位同学的朗读 让我们感觉这弯弯的月儿 就出现在眼前了 太美妙了 老师这儿还有一句话 一起读一读 弯的月儿小的船 小的船儿两头肩 你们有什么感觉呢 听一听和这位同学的感觉一样吗 这句话里把叠词弯弯小小 换成了弯小 我感觉弯弯的月儿不那么可爱有趣了 是啊 少了叠词 连星空都没有那么美了 让我们把叠词送回到儿歌中 和这位同学一起美美的读读吧 小小的船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肩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 现在请同学们乘着想象的翅膀 和老师一起去美丽的星空中畅游吧 小小的船 带着你们摇啊摇 快 好好看看蓝蓝的夜空吧 无数大大小小的星星都在好奇地看着你们 来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请同学们说一说 刚才你们好像看见了什么呢 我好像看到闪闪发光的星星 把夜空照得特别亮特别蓝 我看见满身的星星都在对我微笑 来 带着你们丰富的想象 和这位同学一起读一读吧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 星空多么美丽 多么奇妙啊 再看 夜空像蓝蓝的大海 星星洒在上面 闪闪发光 请同学们展开想象 试着说一说 闪闪的星星像什么呢 闪闪的星星像明亮的眼睛 闪闪的星星像发光的钻石 在这样迷人的星空中畅游 又是什么感受呢 和学习伙伴一起读出来吧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 这位同学看到的星星 真亮啊 夜空真蓝啊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 这位同学在星空畅游时 满眼都是星星和蓝天啊 现在请同学们伸出双手 和老师做一做一张一合的动作 表演一下小星星们 忽隐忽现一闪一闪的样子吧 多么调皮可爱的小星星们呀 你们想和它们一起干什么呢 我想跟它们一起跳舞 唱歌 我想跟它们一起 做迷藏 玩游戏 真是丰富多彩 那和星星们一起游戏玩耍 是什么心情啊 和星星一起玩 非常高兴 非常快乐 那就和这位同学一起 读出你们的好心情吧 小小的船 弯弯的月儿 小小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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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两头肩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 瞧 一些淘气的小星星 挡住了儿歌中的一些词语 你们还能读正确吗 和学习伙伴一起 试着读一读 背一背吧 小小的船 弯弯的月儿 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 而两头肩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 还有一些可爱的小星星 给你们带来了礼物 快来读读星星上的生字吧 船 船 在 闪 看 两 头 箭 里 的 星 生字 生字都读对了 瞧 小星星们在朝你们微笑呢 还有四颗闪亮的星 要和你们玩一个摘星星的游戏 只要你们读对一个生字 就能摘下一颗星 快来读一读吧 月 耳 里 头 要是这四个字藏在不同的词语里 你们还能读正确吗 和学习伙伙伴一起读一读吧 月 月光 弯月 月牙 日月 花儿 女儿 儿子 儿女 里头 里面 心里 水里 船头 心头 头发 点头 词语都读对了 真棒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写一写里和头这两个字 先来观察结构 里和头是独体字 写在填字格中间 独体字的书写规律 这位同学掌握得很好 再来观察笔画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先来观察里字 里字的外框要写得上宽下窄 我发现横压横中线 竖压竖中线 这两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 细心的同学也一定发现了 里字有很多横 第四笔横最短 左右都不挨 最后一横最长 把这个字拖住 而且这横与横之间的距离还是一样的 这叫做多横等距长短不一 头字在笔画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我请大家注意头字的横略长 压横中线 树皮在树中线右边起笔 稍稍写一点 最后一笔点写得长一些 这两位同学提醒的也非常重要 老师也想提醒大家 头字的最后一笔点和其他笔画都不挨着 伸出右手 伸出右手一起来书空吧 听取了大家的建议 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注意了多横等距和起笔位置 字就越写越规范了 写字不仅要善于观察 还要反复对照和修改 请同学们摆好端正的写字姿势 找到语文书后面的写字表 再把这两个字描一描写一写吧 写完别忘了和贩字对照一下 争取每个字都做到正确 规范 整洁 这节课 我们读着夜圣陶爷爷的小诗 仿佛乘着月亮船 到太空遨游和星星一起游戏玩耍 关于月亮 你们还知道什么呢 先来听听小伙伴们的分享吧 我知道一些关于月亮的诗句 举头望明月 低头撕骨香 小时不时月 忽作白玉盘 我听过两个关于月亮的故事 嫦娥奔月 何欲吐到药 可有意思了 关于月亮 你们还想知道什么呢 那就到生活中 继续去探索月亮和大自然的奥秘吧 最后 让我们在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中 结束这节课的学习 同学们 再见了 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